记者王杰台南报道,刚出生的女婴竟然连齐带都没捡,就被放水流。 25日上午11点左右,台南警方接获报案,有人在运河边发现远远飘来一团肉色肉团,仔细一看,竟是一个小婴儿尸体,打捞上来时,警方才发现婴儿齐带未断,怀疑是聚气婴尸,下午相宴初步研判婴儿没有外伤。 目前警方正在调阅监视器画面,查看是否有人气婴,警方晚间联络相关单位合作,并呼吁,民众有任何情资,可以提供给警四分局。 当时有个女子跟两名友人到安平运河旁钓鱼,女子觉得无趣,自己沿着运河边散步,眺望远方的安平港,气掉,竟远远看到一小团肉香肉团,定神一看竟是婴尸, 吓得要朋友帮忙报案,警方获报后拉起封锁线,发现是巨女婴,还连注期待,依据尸体状况判断,可能死亡已柳一,两天,未厘清死因,警方报请检方相验,但初步相验结果,只知道嘴角有轻微腐烂,没有明显外伤, 确切死因将要择日解剖,查看呼吸道,肺部是否有泥沙,河水,令警方感到棘手的是,婴儿身份难鉴别,说不定连户口都没有报,加上水流复杂, 婴儿可能是从港口,运河沿岸落水,只能靠监视器图法炼钢追查,找出婴儿如何落水,目前已载落河堤沿岸,港口的这几天的监视器画面,交由监视器小组分析,警方指出,如果婴儿生前落水,那么弃婴者可能涉嫌杀人罪, 若是死后落水,则是以弃尸体罪,还有时谁让婴儿落水,这是侦办的重点。 无论如何,警方将列入重要案件调查,并呼吁民众有任何情资,欢迎提供给警方,协助厘清案情。